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看见我正在忙吗 哪有门主现在正在戒头上呢 您这次去天界 到底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啊 我 我没做什么呀 我就去划了个水 你还是回去吧 告诉我具体位置 我自己过去就行 矿场设置了结界 我担心师父找不到 师父就乘我的这把玉剑吧 他会带你去矿场 好嘞 谢谢乖徒儿 哇 这东西不需要我用灵力驱动 太好用了吧 天界门的人还挺聪明 居然想到这招来运输矿石 嗯 这是 是金红石 哈哈哈哈 如果能多收集一点这玩意儿 制作太合金就指日可待了 太是制造飞机火箭导弹等部件的常用金属 而金红石则是提炼太的重要矿物原料 喂 那边的人 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 啊 你是什么人 为何擅闯天界门矿场 这位大哥 能不能行个方便 我只是想在这里淘点废矿回去 想得美 这里的东西都是天界门的 一粒沙子都不会给命 哎呀 滚滚滚 这人也太小气了吧 等会儿 你们副门主见了我也要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师父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吗 哈哈哈哈 吹牛也不打草稿 班兆大人可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奇惨 还用得着拜你这种菜籍为师 你要不信你看看我手中这是什么 班兆大人的护身玉剑 好啊 都偷到班兆大人头上了 来人 给我将这小偷拿下 这展开不对啊 哎 又摊上事了 要你不走点哟 我先走了 你自己搞定吧 红光 为何如此吵闹 发生什么事了 回禀薛长老 此人不仅假冒副门主的师父 还偷了他的护身玉剑 哦 有这种事 班兆大人的东西 岂是你这种杂碎能染指的 能碰的人 只有我 我去 美女姐姐 再有话好好说 别武刀弄枪了 少废话 去死 好强的力量 糟了 又死了 怎么一点也不痛 吓死小爷了 拿到班兆大人的剑了 预剑不剑了 大人 别哭了 若寒替您吵回预剑了 真的是我的预剑 谢谢若寒姐姐 班兆最喜欢你了 班兆大人 真是可爱死了 这姐姐脑子没问题吧 你们这么多人在干嘛呢 副门主 您怎么有空过来 需要什么我派人给您送啊 啊 那是 啊 师父 你没事吧 嗨 没事 没事 什么 竟然真的是师父 睡下完了 师父 我扶你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师父 不关我们的事 都是学长老干的 还请赴门主恕罪 说寒一时冲动 误以为他偷了您的配件 既然是误会 那我就不追究了 还好你来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家伙居然敢摸班兆大人的头 去死去死 我们的故事在我梦里继续讲 让我继续想 听见我的声音 看着我的眼睛 我以为我是你的唯一 怎么就不在意 怎么就要放弃 没有人放弃 怎么会放弃 这一次我可以 交给你 却还有你 听见我的声音 听见你的声音 看着我的眼睛 我以为我是你的唯一 怎么就不在意 怎么就要放弃 这一次我可以 就给你 转意